美國又發生校園槍擊案 地點在密蘇里州一所高中 一名去年畢業的男學生持長槍闖入母校 大開殺戒 造成一名老師和一名女學生喪命 還有六人受傷 警方獲報後趕到現場 雙方爆發槍戰 槍手隨後遭到擊斃 大批白色警車趕到現場 還有不少學生家屬在劃定區域交集守候 密蘇里州聖陸浴室一所高中 星期一上午九點左右爆發槍擊案 警方指出 當時校內有七名警衛分別駐守在入口處 其中一人發現有人試圖 從已經關閉上鎖的校門闖入 立刻向上通報 警方隨即趕抵校園 根據目擊者的說法 槍手闖進教室後 大喊你們都會死 接著便開槍打死了一名女老師 害一名女學生 還有六人受傷送醫 其他學生健壯都嚇壞了 有的躲在教室角落 有的跳窗往外逃 一名驚魂未定的女學生表示 她一度和槍手四目交接 還好這是嫌犯的槍支卡彈 她才能逃過一劫 而槍手隨後也被警方擊斃 警方查出 這名槍手是現年十九歲 去年剛從這所學校畢業的哈里斯 但警方並未透露 槍手究竟如何進入校園 行凶動機也有帶離親 這已經是美國今年以來 第四十起造成傷亡的校園槍擊案 最嚴重的一起發生在德州 烏瓦德小學 造成二十一名失聲喪命 當時警方的遲鈍反應 事後飽受各方抨擊 公視新聞曾惠美變異 受賬水 就被動去 公視又被動去